不拘谨的环境才有生命力 那其实我们很享受这种感觉 基本上一般设计公司来讲 通常都是会有一个洽谈区 然后会有一个会议室 那通常客户到公司 通常都是后面或是旁边 都一堆设计师 那种感觉其实客户基本上 不太容易放开 我的想法是就是很简单 让客户很自在的 这环境里面会提供很多样品样本 让客户直接摸得到碰得到看得到 然后甚至在这边可以直接 看得到他们家未来的样子 基本上我家里以前就是主机公司 那会设计会施工 其实基本上对我来讲不难 因为从小就耳朵木染 很多时候其实师傅没办法解决的事情 基本上我到现场就解决了 那基本上我们画得出来的东西 我绝对做得到 不管任何造型 它是一个很风趣的人 然后对于设计有它自己的想法 那对于客户的要求 它也是尽量就是达到客户它想要东西 其实每个流行的趋势其实都不太一样 那有北欧风有工业风有很多种的风格 但是这个风格都融合在书室这两个词汇里面 其实基本上流行虽然是一个当下的潮流 但是我觉得书室这个东西在生活上 永远不会退流行的部分 那我的设计理念其实就是在 书室是最重要的 互相理解 那可以就是感受到客户想要什么 然后我们想要表达什么 我一直告诉我们的设计师 甚至告诉我们的团队 房子是客户要住的 不是设计师要住的 这个观念很重要 那我们不能说用我们设计师的观念 去套到客户身上去 我常常讲一句话 客户一辈子只可能只买一次房子 可能只装潢一次而已 那我们在做的案子 基本上要完成客户的梦想 而不是完成设计师的梦想 因为我们河马的总心思想 就是一人为分 创造客户的梦想才是我们最大的目标 客户呢其实我会觉得说 让他跟我们多认识 那我也多认识他 他相对可以磨出更不一样的文化 我会进入他们的生活 甚至有可能跟他们去打球 跑步去露营 把他们当朋友 那相对的就很容易的知道说 原来他的生活习惯是什么 他的步调是什么 然后进而去了解他生活形态 那我们怎么去创造他的梦想的空间 曾经有一个客户 那这个客户其实他是一个洗肾的患者 那当初在接触的时候 他并没有多提到这个部分 那是到最后我们当了朋友 像朋友一样的相处之后 他有慢慢的让我理解到这件事情 那我就把这件事情 带入到他们的住宅当中 因为他们洗肾的时候 是在卧房里面做诊疗 我们除了帮他设计 可以放仪器的地方跟收纳之外 我们在他的墙壁里面 看了一个装饰性的衣架 那这衣架除了可以挂点滴之外 它移动性也高 它在不使用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一般的衣架 那后面交屋的时候 他看到的时候 其实他眼眶是红的 那好像很感动 经过这个案件的插曲 然后促使了我对设计的原动力 那我觉得走入他们的生活 你才知道他们真正要的是什么 也不许会